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施黄茶以及他推荐的三款葡萄 就有兴趣的朋友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谢谢理解和支持 我们今天来读一篇在美国一个调查报导的杂志 Republica这样一个杂志 它刊登了一个令人耸动的新闻 华裔美国人李希之领导的跨国洗钱犯罪的网络 而这个人一度是特朗普的座上宾 我分三期节目把这事来说清楚 Republica成立2007年 为一间总部设在纽约市迈哈顿区的非盈利性的公职 它自称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新闻编辑部 为公众利益进行深度的调查报导 Republica的记者 跟多家的新闻机构一起合作进行侦查报导 包括多少呢 包括60分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今日美国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 亚特兰大宪法日报 圣德哥顿迭哥联合论坛报 泰晤士报的奥尔巴尼联盟 纽瓦克明星纪时报 纽约太阳报 赫芬顿邮报 政客沙隆特看 百年等等等等 包括读者文哉商业周刊 newsweek特看等等 很强大的一个刊物 2020年 那么他的纽约时报杂志 获得了普利策奖 侦查报导奖 成为了首家 获得普利策奖的网上的传媒 他同时也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公共服务奖 他最新的一篇调查报导 揭开了一个跨越美国 墨西哥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庞大洗钱 患罪网络 非同寻常的是 这个集团的首领 华裔美国人叫李希之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使拉丁美洲的独销 和中国大陆的精英们 以及跨国企业都能够各取所需 从中牟利 而他的助手 还跟特朗普有直接的关系 2017年 美国基督局特工 在田纳西州的孟非德 跟踪可卡因交易的资金 他们发现 墨西哥有一个神秘的人物 被独销托付给他们数百万的美元 疑似乎一个叫做李希之的 美国华裔的黑帮 就这么糊涂水面 当特工们追踪 李希之的美洲和亚洲的活动时 他们意识到 他不仅仅是另外一个洗钱者 他还是一个先驱 以金融家的敏锐 和间谍的技巧运作 帮助设计了一个创新的系统 彻底改变了毒品 黑社会 增强了贩毒集团的实力 咬不得 李希之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世界独销的问题 如何将在美国街头积累的 堆积如山的肮脏的20块美金 和100块的美金 变成合法的财富 如果变成合法的财富 他们就可以用来购买 旅游艇 豪宅 武器 技术和毁落警察和政客 多年来 为美国市场提供科卡因 海洛因和弗泰尼的 墨西哥大亨们 把一卡车的大宗的现金 走私到了墨西哥 在那里他们利用银行和交易所 把钱转移到金融系统 雇佣的中间人 这些人通常是哥伦比亚 或者黎巴伦的专家 用金高达一美元 抽18美分 是洗白来洗白 毒贩们的数十亿的美金 当然这个办法比较传统 成本很高 需要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而且是储存的现金 面临风险 损坏 抢劫 没收等等 所有这些麻烦和问题 直到李希之进入这个市场改观 大概六年前 芝加哥的联邦基督人员 看到了颠覆性变化一些痕迹 他们跟踪了 把毒品现金运进了一个新的目的地 的贩毒集团的人员 这个地方叫唐人街 一个位于平原的移民飞地 距离芝加哥市 湖滨摩天大楼组成的壁垒 以南约两英里 芝加哥的唐人街 特工们 看到贩毒集团的毒贩 把装满现金的手提箱 交付给李希之指挥的华裔的送货员 这种偷偷摸摸的交易 在汽车旅馆和停车场进行 这些送货员没有犯罪的记录 也没有带枪 他们都是学生 服务员和司机 双方都不太懂的英文 所以他们使用事先安排好的信号 一张美元钞票系列号的照片 交接之后 送货员提醒他们在墨西哥的中国老板 后者迅速地把笔锁 发送到墨西哥独销的银行账户 或者送到他的家里 然后 李希之通过中国 美国和拉丁美洲 进行一连串的交易 洗白这些美元 这个人了不起 他强大的国际关系 使他的服务便宜 快速 高效 甚至保证免费更换 运输途中丢失的现金 李希之和中国的洗钱伙伴们 把市场的力量结合起来 独销们想要脱索的美元 而中国的精英们 则给予获得美元 这是一个新的模式 新的模式一旦横空出世 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美国进毒所的退休的特工 也是他的精英特别行动处的资深警员 托马斯·辛德里克说 在有组织犯罪的历史年 从来没有一个例子 能像这样 能接管一个收入流 而且是不费一枪一弹 这也使得墨西哥的毒贩们 赚疯了 因为他超过了最狂野的想象 在调查李希之 错终复杂的金融交易时 美国特工发现有证据表明 李希之的洗钱计划 涉及到中国政府官员 和共产党的精英 中国无处不得的安全机构 严格控制和监测 国营之经济 难道根据法庭的文件和国家安全官员的说法 李希之和其他人在中国的银行和公司之间 转移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 似乎至今没有受到惩罚 美国财政部前调查员约翰卡萨拉在向加拿大一个调查委会作证时说 自2006年以来有超过3.8万亿美元的资本离开中国 而这些患罪团伙就在其中助推牟利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热钱出口国 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 克雷格法勒上将 去年告诉美国国会 中国的洗钱者已经成为西半球毒品贩应的头号承包商 领导美国南方司令部的法勒作证说 中国政府至少是在默默的支持这种洗钱活动 这个司令部负责京都的就是拉丁美洲的军事活动 在接受Propublica这样一个采访的时候 已经退休了法勒将军阐述了显为人知的证据 他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复杂的国家安全机构 因此毫无疑问 如果他们想他们有能力阻止事情的发生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意愿来阻止这件事 关于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有很多的理论 但肯定受到中国看待全球的方式的帮助和从容 一些美国官员的分析更为激进 认为中国当局已经决定将此作为一项政策 在美洲促进毒品贸易 以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 并在这里传播腐败毒瘾和死亡 这还要传播吗 拉丁美洲地区这些东西一项是非常的多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 小弗兰克·蒙托亚说 我们怀疑毒品和金钱活动背后 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动机 为仇恨和分裂的火焰闪风点火 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毒品贸易的好处 如果芬太尼帮助他们并伤害这个国家 为什么不呢 这位仁兄曾经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当年最高反间谍的官员 在接受这个调查记者杂志采访 有六名以上的国家安全资深人员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由于话题很敏感 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不愿意透露名字 他们承认所谓的国家共谋也是很难证明的 北京拒绝了这种指责 中国是否积极支持洗钱 以及芬太尼和其他毒品流向美国的问题 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 仍然是个争论的问题 有一位对中国犯罪和间谍活动 有长期经验的美籍亚裔前情报官员说 今天中国大陆的腐败太多 很难将一项政策运动 以普通的犯罪行为区分开来 而中国驻美大使馆 没有对这份杂志详细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这是我们今天谈的第一部分 老杨到处说 请继续关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 难道 此人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